哈喽你们好呀 我是Yuki 你们是不是等我的裙子合集 已经等到花都谢了 我从上个月开始 就一直在说 我要拍我的裙子合集 没想到啊 我就是一个善变的女人 就买着买着吧 就是你会发现 永远都是下一条裙子最好看 就一直拖到现在 像武汉的话 已经全面进入夏天 已经到了穿小裙子季节 我想说 如果再不拍的话 你们可能要取关我了 那今天的话 就是我最近喜欢的 几条裙子一个合集这样子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喜欢看吧 当然还是按照我的喜好程度 第一条的话 就是这一条碎花裙海德公园 这个我真的是 从我第一眼看到 我收到我觉得都很满意 可能大部分女生 都有那种碎花情节 很喜欢买碎花裙 但是我不是 所以这条我觉得 我能喜欢 真的是还蛮难得的 这条的话 我买的是一个 这种吊带裙的款式 长度的话 就在我小腿中部那个位置 这种裙子我觉得 这种长度吧 对于小个子 其实还蛮友好的 它这个花色呢 就是米色底 然后上面是这种浅蓝的碎花 包括上面还做了这种 立体凸起的 像支起线的这种感觉的 我觉得会显得整个质感更好 就很精致的一条碎花裙 包括呢 后面还做了这种 松紧的打揽设计 一般就吊带裙 你单穿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怕走光 所以它这个对 这个上半部分 这个维度这一块 包的就很好 就不用担心会走光了 整条裙子的话 我觉得质感啊 包括做工什么都挺好的 就而且这个花色 我觉得真的很耐看 蓝白永远的神 当然吊带裙的话 我是不会单穿的啊 我会在外面呢 搭一个这种蓝色的小开衫 或者换成白色也都可以 和这个色系比较统一 搭配起来就OK 就显得腿还挺长的 这套真的就是那种 很甜美很温柔的感觉 我可能520什么 711会穿它吧 还挺好看的 然后第二条呢 就是这个小黑裙 我说小黑裙是永远的神 每个季节啊 你都会拥有那么一条小黑裙 这个呢也是吊带裙 我最近是吊到 那个吊带裙的沟里面了 它这个其实就是 比较普通的一个款式 比较特别 其实是它这里 做了一个这种鞋肩带 然后这个扣子 是装饰性的一个作用 包括背后的话 还有做一个这种 小开叉的一个设计 整个裙子 它上半部分 做的比较直通 到你的胯腰那一块 做的比较宽松一点 再加上它是黑色裙的嘛 其实还挺显瘦的 然后它这个面料呢 是这种滑溜溜的 然后垂感也很好的 这种材势 就是穿起来会比较凉快一点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这种吊带裙 如果单穿的话 就是大型色色现象 我会比较喜欢叠穿一点 像里面叠一个白色T恤啊 或者那种 就是像这种 防晒的一个针织开衫 换成白色的 或者那种打底的空调衫啊 还有你喜欢的一些防晒的 衬衫类的 其实我觉得搭配它 都还挺好看的 而且黑色真的很显气质 就显得整个人气场 马上就上去了 这条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呢 就是这条米白色的半衫裙 本来呢 我买这个裙子 为了我身上这个衣服 搭配在一块的 没想到啊 我觉得它真的很百般 而且版型特别好 除了搭我身上这种 就是浅浅的抹茶力 就很好看 显得整个人就比较温柔 气质一点 而且还蛮文艺的 上面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搭一些 其他浅色系 浅粉色浅蓝色 或者米色 就有点像一套的那种感觉 包括也可以搭 咖色啊 条纹啊 显得整个人就更气质 有一点点职场 比较寒的那种 我觉得就很好看 这个真的还蛮显气质的 然后它这个版型真的很好 因为它这个料子啊 是这种偏硬一点的 这种粘质的一个面料 它会保证整个裙形 是比较挺阔的 我一般买这种半衬裙 就会买那种稍微喷喷一点的 因为如果是贴的 它就直接贴在你的胯上了 这个裙子 它说白了 就是立在那里 有挺阔感 如果你的胯是这样 这样它都是那样立起来的 会比较能遮快一点 包括大腿啊 小腿粗啊 肚子大啊 这个都是可以包容的 对身材的一个包容性 我觉得还挺好的 裙子你看上去是觉得 平平无奇 但是其实是有小细节的 它上面这里啊 全部都做了一个包边的 小花边就很可爱 然后下面这一块呢 还做了种小褶的一个设计 整个裙摆 前前后后都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细节啊 包括它的做工走线 这条裙子算是我最近收到的 我觉得做工最好的一项了 也还挺百搭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一条C花裙套装 怎么 又是绿色的 这个绿色的话 算是那种 就是青草冰淇淋绿的一个感觉 珍珠的一个小上衣 然后搭配的话 是一条这种吊带的一个裙子 这一套也是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会更加的甜美风一点吧 颜色的话 也是都是饱和度低的 包括这个裙子的话 它是那种 米白色的底 然后黑色的这种小花花 这个颜色还挺耐看的 我觉得也是不挑人 因为整个就是比较素雅的一个感觉 它这个裙子呢 做的会比较的长一点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个子稍高一点女生 像1米6以及以上的女生 我觉得都是可以穿的 这一套就给人感觉好淑女啊 颜色的话 也是超级的夏天 上面这个珍珠 它是这种薄薄的 然后特别特别软弱 舒服的这种料子 反正我觉得夏天穿 大概是不会热的 因为它这个料子很薄 然后又很软 然后裙子呢 做的是这种雪纺的一个面料 就是摸起来软软滑滑的 包括垂干啊也都很好 就是走起路 会走风的那种小裙子 反正拍照什么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最后一条裙子呢 就是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这个裙子啊 我给它取名叫初恋裙 就是那种白白的 然后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装饰 很简单的一条小白裙 它这件呢 就是一个长袖连衣裙 然后前面做了一个小V领 它也很贴心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暗扣 所以不会走光 下面的话就是收腰 旁边做了两个这种绳子 可以细起来收腰 然后细成蝴蝶结 所以这套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看的 包括它面料上 其实是花了一点小心丝的 上面它有这种花朵 看到吗 就是一朵一朵花 这种有点像镂空 但它其实又不是镂空的一个感觉 这个质感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小裙子也不太挑人穿 白色裙子啊 就你走在草坪上 然后穿一条白裙子 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记得昨天还一个评论 有人问我说 有没有适合就领阵去穿的脸衣裙 这个真的特别适合 我看到人家穿白色脸衣裙 然后配一个那种简易一点的 那种小头纱还挺好看的 就是包括像什么情人节啊 穿这种裙子都还挺合适的 它这个料子是那种棉质的 然后我能感觉到 它是比较透气的那种料子 就还挺舒服的 然后像这种长袖啊 就会比较能遮肉一点嘛 对身材的包容性还挺好的 这个就是初恋裙 如果你没有一条小白裙的话 赶紧冲吧 我的裙子合计啊 终于圆满的交作业了 但其实我还没有停止买裙子的脚步 可能后面还会有新的小裙子 到时候如果多的话 再给你们做一个合计分享这样子吧 我发现我今年真的很喜欢穿小裙子耶 尤其是吊带裙 而且今天的话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穿吊带裙 我们这种射恐人群 不敢穿吊带裙 叠穿的一些小思路 你们都学会了吗 你们有什么想看的 也欢迎多多弹幕评论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拜拜